用點心做點心 過年的時候也要自己動手做 才是最開心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用點心做點心 先跟大家說聲 恭喜恭喜新年好 新年的腳步到了 所以我們在做點心的時候 也要適合 比如說在團圓飯過後 你有一些甜滋滋的甜滋味 可以吃滴滴過後你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幫大家準備了 適合在年節應景的一個甜點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甜甜老師 歡迎的是傑銘老師 嗨瑋瑜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傑銘老師 你們家過年的時候都吃些什麼 過年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都會有一些年菜 然後就是吃個四五天這樣子 對 都吃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是不斷地一直往裡面加這樣子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甜點也都會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不外乎發粿 年糕 然後一些 炸年糕 然後煎的 或者是麻辣等等的這一些 對不對 其實說實在吃了有一點點膩 吃很久很久了 對啊 然後每年都吃一樣的東西 其實就覺得 我今年可不可以來一點新鮮味呢 所以今天年菜的部分 大家自己動動腦想 但是甜點的部分 我們幫你想好了 就是今天老師要教我們做一個 尤其是這一道甜點裡面的食材 就是水果也是當季 就是過年的時候盛產的 對不對 沒錯 是什麼 是柳丁跟香吉士 柳丁跟香吉士 對 我們要拿來做甜點嗎 是 這可以做什麼甜點 這可以跟巧克力搭 然後香吉士它本身 就是就算你只用香吉士的話 它也可以拿來做成一個甜點 就是非常的搭 然後或者是 我知道有很多就是家庭主婦 他們非常喜歡自己做牛渣糖 對 對 那這個香吉士就是跟杏桃 它也可以一起加入 對它有點 因為法國的牛渣糖 它是用酒來泡的 它用了很多的水果 然後跟酒 那台灣的比較像是放堅果類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就是交替互換一下 互換一下 對 可是我覺得牛渣糖 其實對很多的這一些初學者來說 有一點點難 所以我們今天教大家做比較簡單一點的 是 然後小朋友 因為團圓飯 會有很多很多可愛的小孩子 那一定很喜歡吃巧克力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名稱叫做 橙香杏桃松糕 橙香杏桃松糕 趕快來看一下要準備的材料有哪些 來囉 橙香杏桃松糕 材料有 奶油50克 砂糖72克 蜂蜜10克 全蛋100克 苦巧克力50克 鮮奶油40克 低筋麵粉30克 可可粉5克 泡打粉2克 辣椒橄欖油10克 糖漬香吉士30克 杏桃40克 所以我們看到所有材料的部分 因為過年對不對 然後就要吃好一點 因為在買菜的材料上面 也會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食材今天就要教大家 你要特別挑過 尤其是其中幾樣的食材 你其實可以選 比較平常不會用的食材 像是蜂蜜 對 我覺得它特別的不一樣 這個好濃 濃到有點像麥芽糖 是 通常看到的蜂蜜 它都是透明的顏色 就是你直接可以穿透 它有點像是麥芽糖一樣的樣子 對 那這種的蜂蜜 它是像 它叫做生蜂蜜 那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非常喜歡用生的蜂蜜 就鮪魚可以聞聞看 甚至它可以 你可以就是用手沾一點 就是吃吃看 它的那個蜂蜜 它是有結晶度的 那這種的蜂蜜 它其實是就是 蜂網的那個蜂巢 它直接刮下來的那一道 完全都還沒有經過任何的手續 對 鮪魚吃起來的感覺 它進去有點像是那個 牛奶糖融化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除了蜂蜜香之外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乳香味 有 在裡頭 對 所以它是比較接近 像蜂網乳的那種感覺嗎 有一點點像 然後它是蜂蜜品質當中 最好最好最好的 可是其實蜂蜜這麼多種 白白種 有沒有老師今天順便教大家說 我要怎麼挑 我才不會挑到那種假蜜 或者是品質比較不好的蜜 我覺得就是大家所熟悉 所知道的 就是之前就是有些專家都有講 就是你搖 然後會有一些泡泡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當然 這是大家很熟知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今天你去找 就是它是在地 就是直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蜜蜂 然後它直接在那邊就是現場 它可以就是賣給你 它直接刮下來的那種 我覺得那種也相當方便 直接去產地或是陽風場來找 對 然後或者是 現在很流行的就是小農 他們自己 他們雖然沒有辦法 就是銷售一些東西 但他們會有一些 譬如說到農會的一些官網 那你可以自己去那邊看 那它會有它一些生產履歷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品質的保證 對 所以大家可以聰明挑選 聰明消費一下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們要來看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這個產季的相級市對不對 然後老師你這個是怎麼樣去處理它 把它打成泥嗎 對 這個就是唐治的相級市 然後相級市其實跟柳丁 這都是過年的時候常常看到的 那如果大家就是 相級市可能相對於就是 價錢會比較高 那柳丁的話就是 我記得之前都還滿便宜的 不過現在上越來越 我最近剛好有買 一斤二十五塊 四斤一百 很便宜 然後一百塊就可以買好多 那柳丁就是可以榨汁 但外面的那一層皮就是跟 就是萊姆皮一樣 就是你把它就是用刨刀 就是這樣子削 那削了以後 你直接跟糖水 一比一的糖水 然後它還下去泡 然後泡完了之後 你就打成泥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會變成像這樣 所以這不只是果肉 還有果皮在裡頭 對 還有果皮 所以它帶著就是很香的一個味道 對 那製作起來就是真的也很方便 你大概泡個一個禮拜就可以馬上用了 所以我做多一點起來 它也可以當作是果醬 來去磨麵包 或是沾一些點心來吃 可以 所以這個是杭自香吉士的部分 另外這個杏桃 它就是比較一整顆一整顆 直接買乾貨那一種 對 這個的話英文叫做Apricot Apricot 所以它不是水蜜桃 它就是像瑋瑜剛剛講的 它像是乾貨一樣 但是我買的是就是 拌乾的 所以它還是有點濕 不要買到太乾的那種 那這是我釀了 就是一年半的一個 哇 對 成年的又出現了 對 成年又出現 我相當喜歡就是用時間來 換取一些很棒的食材 那如果我真的沒有這麼久的時間 我沒有辦法今年泡了 明年再做怎麼辦 就是你一樣是買 就是拌乾燥的這個杏桃 然後你就是稍微泡一下酒 大概泡了10分鐘也是可以用 只是說那個酒味不會像這樣子 就是被吸附在裡面很久 就瑋瑜可以吃一小塊看看 我裡面加了威士忌跟紅酒 然後直接下去做用浸泡的動作 對 所以它的味道不只是有 有點好脆喔 不只有杏桃的味道 對 它的味道層次其實是很豐富的 我覺得它那個酒味還滿強的 我吃一小塊下去 感覺好像喝了一口酒的感覺 對 但是因為經過烤箱的烤 其實它酒精就會蒸發 它其實留下來的就是酒精的方 酒的一個方唇的香味 唇味在裡頭 對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食材 就是你要準備的是 辣椒橄欖油 我們今天這個松膏是辣的 對 其實你吃不出來它是辣的 但是因為巧克力它跟辣椒 其實是非常 就是在非洲或者是印度那邊 那非常的 它都是香料的一種 其實巧克力本身就是香料 加上這個只是提出巧克力的香味 跟柳橙 香吉士 杏桃的這些香氣 所以基本上就是 你不會吃到辣的感覺 可是我要去哪裡找得到辣椒橄欖油 辣椒橄欖油的話就是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西班牙的紅椒粉 它是辣的 加上你自己家裡面的橄欖油 然後大概是1跟2分之1的比例 就是粉類的話是1 然後它的辣椒橄欖油就是2分之1 對 然後它下去 然後就是調在一起 但是市面上面也有賣 就是純粹的辣椒橄欖油 對 那它就是整個 它都是透明的狀態 我看到那個是泡辣椒在裡面的 沒有 它出來的時候就是紅色的了 它在就是橄欖油在炸的時候 它同時連辣椒都一起放下去 就是低溫就是炸出去 所以那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好 然後介紹完材料之後呢 我們就今天開始教大家 怎麼樣做這個杏桃松膏囉 是 好 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 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我會先把就是巧克力 這個是我買的是 就是比較%數比較高的 是苦的巧克力 因為這個地方也有甜了 就是香吉士的部分也有甜 那杏桃的部分其實它也是有甜的 那所以我這個已經高達了 就是80點 82%了 所以它的%數真的很高 對 那小朋友如果家裡是小朋友的話 就可以選擇比如說一半的 苦甜的那種 對 就會比較適合小朋友吃 我加了那個辣椒橄欖油 會不會小朋友不敢吃啊 那你可以選擇就是加上 你可以選擇就把這個材料給略過 因為如果真的是小朋友不敢吃的話 對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隔水去加熱 鮮奶油跟我們的巧克力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放進隔水 那隔水加熱的話就是 瓦斯陸它是開到最小的 那水其實已經滾過了 然後放上去的時候 就是這邊不要沾到 底部不要沾到水 這才是隔水 對 因為如果你放到水的話 你直接煮 你巧克力很快就焦掉了 對 那其實正確點的說法 我們應該是隔水蒸氣 對 然後融化 它是用水蒸氣的道理去融化它的 是 好 所以這一個部分你就事先先把它 放上去融化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是要用 奶油跟砂糖來打發 奶油跟砂糖 對 謝謝 砂糖 這其實有一點像是做 杯子蛋糕的做法 對 那只是今天的材料像是 杯子蛋糕的話就是不會有蜂蜜 我也加了蜂蜜進來 會讓它有個香氣在 然後還有辣椒跟香吉士這些 都是比較少看到在杯子蛋糕 會出現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把它打到 就是什麼樣的狀態 通常我們都是打到發 但我們今天因為要加蜂蜜 所以我們要打到 就是幾乎有流動的感覺 幾乎有流動的感覺 所以要打到非常的流質狀嗎 奶油融化的感覺 差不多會有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稍稍藉著 就是隔水巧克力的那個 鍋子的熱度 會讓它稍微有一點融化 因為蜂蜜我是選擇 就是很結晶體的蜂蜜 蜂蜜的話就是 加進去以後會比較不好打 所以我們需要藉由 就一點的蒸氣來打蜂蜜 對 而且我這一道 其實如果大家做的話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 黏液飯吃完過後 然後你材料黏液飯之前 你就先準備好 然後吃完黏液飯之後 媽媽就開始做 因為剛剛姐妹老師說 這個是要吃熱的 對 它是要吃熱的 然後大概炒焙時間是多久 大概如果是用這樣子的話 大概就是10分鐘 所以很快 對 其實你不用裝多 因為我相信黏液飯 大家都吃得非常的飽了 所以其實不用轉很多 晚一點做 大概差不多八九點再做 這樣可以撐到那個 手碎的時候 可以撐到晚 不會那麼快就想睡了 對不對 對 前面老師你們家過年甜點都吃些什麼 過年的甜點 對啊 都吃一些像是牛軋糖 都吃牛軋糖 是自己做的嗎 別人送的 對 好… 就朋友做的然後送給你們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像剛剛瑋瑜有講的 相信我們家跟你家吃的差不多 就是你們家也是吃花粿啊 年糕啊這些的 其實長輩準備的都會很像對不對 對 然後炸的啦 或是紅豆年糕用煎的啦 這樣子 對 就是… 沒關係 這樣今年我們可以有一些 不一樣的變化 沒錯 這邊打好了嗎 對 然後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稍微就是打成這樣子 就是奶油跟糖都已經變成 就是比之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都稍微還要再就是軟化一點 那現在呢我就要借著就是它的熱氣 就借它一下 然後呢 我在上面 直接架在鍋子上面嗎 對 因為也不要碰到水喔 對 然後就直接這樣打 對 那它就是會稍微有點融化 對 因為熱氣的關係 那我要完全讓我的奶油融化 到變油脂狀嗎 不用 對 所以你火也不能開太大 對 火不要開太大 就是不要讓它一直在滾水的 那個狀態 這樣其實冬天也比較好打 因為冬天奶油好難打 很冷的時候 那奶油其實一直都是很硬… 就算放很久 它也不太會軟化 如果發現那個狀況的話 就可以微波 然後還就是3秒鐘進來 3秒鐘… 3秒鐘…這樣子 對 所以一次不要設定太久了是不是 對 不要設定太久了 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的鍋子其實有出現 就是奶油的這些量子 那這個地方就是奶油 其實它已經真的是稍微 有一點點化掉了 但因為我不要讓它融化 這時候我就可以把我的蜂蜜 給加進來 就一次就全部都加 還是讓它保持在鍋子上嗎 對 好 我們把蜂蜜加進來 對 那一樣就是跨在水上面 然後還有我們就這樣打 這樣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在打的時候 那蜂蜜會比較 因為有熱度的關係 它就會變得比較好打 然後它會有蜂蜜的香氣 就傳出來 那打到什麼樣子呢 就是蜂蜜都跟就是奶油 還有砂糖其實都已經就是 融合了 那我們就可以加拌 就像這樣子 好 OK 所以我們蛋就要加進來了 對 是 全加嗎 分三次 好 它真的比較液體重的感覺 是 這跟一般的就是蛋糕去做的方式 也其實比較不同了 每一次加入蛋的時候 就充分吸收 就可以加入下一次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加第二次了 謝謝 它其實我覺得吸收得很快 對 比我們奶油平常比較硬的質地 還要來得快 好 最後一次蛋也加進去 謝謝鮪魚 OK 這樣子我們大概今天是做幾個的量 今天大家可以做到就是六個的量 對 就是一樣 然後鮪魚可以摸…看 其實它底下 其實是有熱度的 有一點溫溫的感覺 對 好 接著我們就把過篩的就是粉類 也加進來 粉類我們已經過篩過了 粉類一定要過篩 麵粉 然後… 可可粉 可可粉 還有我們的泡打粉 其實最近還滿多就是學生會問我說 泡打粉到底就是… 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泡打粉它… 應該不是說什麼健康食品 但是如果大家很在意說 它是有一些化學成分的話 可以買無鋁的泡打粉 無鋁泡打粉 對 這是要特別去找嗎 不用 其實烘焙材料行現在都有在賣 就有普通的泡打粉跟無鋁的泡打粉 如果大家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情的話 都可以買無鋁的 它的效果是一樣的嗎 它的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好像其實 我遇到就是有一些些的學生 它們好像滿大意就是 泡打粉的那個味道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就是把攪拌器就稍微收起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手的刮刀 可以把它拌均勻 因為不希望它的氣泡就是過多 所以我們蛋糕壺的部分 快要完成了對不對 先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烤箱預熱要預熱在幾度 180度上下火 180度上下火 對 好 所以這邊你就先準備做一個 烤箱預熱的動作了 是 好 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蛋糕壺 它其實已經很均勻的 對 它很均勻了 那黑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可可粉 然後這樣子拌均勻了以後 其實麵糊也有一定的光澤度了 對 那麵糊有光澤度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就是我們的 就是巧克力跟鮮奶油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要小心其實這個蒸氣 它是比一般的水還要燙 對 所以底部就要稍微擦一下 好 所以我們把巧克力跟鮮奶油 融化後之後呢 也加到我們的蛋糕糊裡頭 是 好 然後就稍微就是把它攪均勻 我加下去巧克力之後好香喔 對 還有一個那個巧克力牛奶味 其實都散發出來了 那我覺得大人的話 真的可以選擇 這是用比較苦的巧克力喔 對 我覺得可以順便就是把 就是麵糊飯它覺得很膩的部分 給它解決 平衡一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 就是辣椒橄欖油 辣椒橄欖油 對 剩下的材料我們其實都是 加入拌勻就可以了 對 對 拌勻就好了 這邊的這個蛋糕就是 比較重要的一個 稍微跟大家平常不太一樣的 就是那個要用熱度 來就是溶解那個蜂蜜的部分 好 這個也要加入嗎 是 好 香吉士 糖漬香吉士 那這個都用拌的就好了 因為如果是用攪拌器的話 就是麵粉會打到就是出筋喔 所以就是也不要 好 然後還有最後的杏桃 是 然後我們的麵糊就完成了 沒錯 好 今天我們大概要裝幾分滿 然後今天我大概裝5分滿就好了 對 是要讓它有一個長大的空間嗎 通常長大的話會裝到就是7分滿 但是因為今天就是要炙熱的 那時間的話就是不要抓得太久 對 這時候就可以就是 好 我們就要準備入模了 對 那像這個松糕啊 它烤焙的時間大概要多久 10分鐘 10分鐘 所以其實還滿快的 其實還滿快的 好 那我們這邊一一的 把它裝填入模之後 待會就要放到烤箱裡頭來烤 上下火都是180度 烤10分鐘呢 我們今天的年節甜點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成品啊 我覺得老師有大吉大利的感覺 沒錯 因為雖然我們的蛋糕它是 松糕是咖啡色 可是上面啊 老師有幫我們做了一個 很可愛的裝飾 然後這個裝飾呢 只要花你一秒鐘的時間 沒錯 就可以完成了 非常方便 怎麼樣用一秒鐘裝飾 老師直接幫我們示範 這個就是我們的糖漬香吉士 然後就這樣放下去 有沒有一秒鐘就完成我們的裝飾 而且就是稍微把它堆疊一下 像一座小山 對 然後其實這樣子會很好看 有一點像是一個元寶 在坐在上頭的感覺 沒錯 就像這樣子 對 好漂亮 好可愛喔 然後待會我們要來吃吃看 它是熱的 剛剛出爐的 不過在這之前呢 先帶大家來複習回顧一下 到底今天要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呢 一起來看看 成香杏桃松糕用到的材料有 奶油50克 砂糖72克 蜂蜜10克 全蛋100克 苦巧克力50克 鮮奶油40克 低筋麵粉30克 可可粉5克 泡打粉2克 辣椒橄榄油10克 糖漬香吉士30克 杏桃40克 做法的部分 將巧克力與鮮奶油隔水融化 接著將奶油打軟 加入砂糖 加入蜂蜜打均勻之後 再加入全蛋拌勻 接著倒入巧克力餡 以及辣椒橄榄油 最後加入過篩的粉類 拌勻成麵糊之後 加入切塊的杏桃以及香橙餡 放入烤箱當中 以上下火接180的溫度 烤約20分鐘即完成 我們要來試吃囉 然後湯匙下去感受一下 它的軟嫩度 鬆軟的感覺 好 放低一點給鏡頭看一下 它跟一般的杯子蛋糕 感覺真的不一樣 這是老師裡面是 沒有烤得很熟嗎 還是故意要這樣子 但是它其實也不到容顏的 那種蛋糕的狀態 我就是要吃它 就是鬆鬆軟軟的這種 那因為帶熔岩的話 那是另外一種的蛋糕了 就是鮪魚 可以趁熱吃吃看 好 我來吃吃看 好燙 好燙燙 好香 因為我剛剛上面的那個 醣漬香吉士 就是我咬到那個上層比較多 然後它進去是 會鮮酸酸甜甜的口感 然後巧克力 就有一個那個 醇香苦香出來 而且我有吃到辣味 還真的有一點微辣的感覺 但是完全就是巧克力的香氣 對 但是這個很適合 這個冷冷的天氣 因為它吃起來 會讓你有熱熱的感覺 的一個這個口感在裡頭 所以今年過年的時候 也想要有一個不一樣的甜點的話 就要跟著傑敏老師的步驟 一起動手做了 今天謝謝傑敏老師 謝謝瑋瑜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明年見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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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ic VICIP GC GC